第46题 有关旋转飞人等速率旋转时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 圆周运动一定不是等速度运动 因为它的运动方向一直在改变 所以一定会有加速度 而因为它的加速度方向也一直在变 我们的受到一个向心力 向心力横指向圆心 有一个向心加速度 那么我们的指向圆心的方向一直变 所以呢我们的加速度方向也一直变 所以也绝对不会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因此我们的选项的ABC 说做等速度运动 做等加速度运动 及加速度为0都是错的 只有加速度的方向一直在变的是对的 所以第46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小中的加速度方向一直在变 对 对